主料,全麦粉150克,糖48克,烟5克,奶粉12克,全蛋45克,水24毫升,黄油36克,辅量,全麦粉150克,糖12克,酵母3克,水120毫升,准备时间10-20分钟,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,把配料部分和好, 后在温暖处发酵的整个面团全是蜂窝状,我大概用了5个小时,面包加入主料中除黄油的部分,把发好的酵头放入,按4选择浅色开始和面,全麦粉一般是不会出筋的,面包机运行到2点15分,加入黄油重新启动4功能再和面,面包好后,拿住按压排气,再叠几次被子,松弛一下面团, 改成后5毫米的面皮,切成三角状,在一边的中间切一刀,卷起即可,卷成生胚,发酵到两倍大,180度烤30分钟左右,烹饪技巧,全麦粉一般不太会出筋,我用的都是全麦,如果不喜欢这种的,可以换成三分之二的面粉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